好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9日 距離2012年的結束 就剩下兩天而已 2011年的結束 對不起2011年 說得快 來年 就是2012年 我們希望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最重要 多數去到歲末 就是這個歲暮 所謂年年 就是埃連近晚 我們叫做中國人 當然是以農曆新年來計算的 新曆新年 還有兩天 就是新的一年 新年當然是新願望 這些大家都是善眾善土的 但是我們就回顧一下 過去這一年 我和大舊兩個 上次我們都回顧了 我們兩個人在政治上的 一些好的事、不好的事 都說了 人民力量未來發展 我們都說過了 今天主要我們想說一下 就是在去年 過去一年 2011年 香港發生的這些大事 是吧 大舊 你心目中有哪一件 你覺得是最值得拿出來說的 當然是選舉 區議會選舉 因為去年整年 其實不要說選舉 是政治運動 是的 不是整年 新民主運動 五居公投 延續 跟著新民主運動第二波 做足整年 所以 還有最後也有 咦 最後62個朋友 投入這個運動 在62個區那裡 即是由五居公投到政改到這個票債票償運動 即是看到過去這一年 即是我們都算是真的艱苦備治 真是很辛苦 我自己覺得 還有成立人民力量 一個新的組織 它接受這麼大的挑戰 其實都很難 即是你五居公投運動 就是我們還在社民營的時候 跟公民黨合作推動的 這個運動的成敗 老實說 社會上面也有很多評論 我們自己就覺得 鼓動風潮造成時勢 是吧 雖然只有17%的投票率 有五十多萬人去投票 但是 政府 為了要堵塞 所謂公投的漏洞 不惜思破臉 是吧 露出這個極權的本質 跟著又凸顯了那些所謂 偽民主派的醜惡的嘴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運動 基本上是這個 這個部分來講是成功的 是吧 即是你不可以說它失敗的 不是說現在自己在這裡說 你想想五居公投之後 發生了多少事 是吧 這個替補方案 就明年年頭會拿進來立法會 我跟大教會繼續跟它對抗 即是在五居公投裡面 我們有成五十多萬人去投票 支持我們的人 都超過五十萬人 如果你說這個是 投票率低 沒有甚麼認受性 那五十萬人 難道每個都是盲的 是吧 那麼再講 最近打羅打鼓的選委會選舉 總共投票的人數 只有六萬人 鬆一點 更少於大教會 五區公投的得票 幾萬票 那麼它又有甚麼代表性呢 請問 如果我們那個所謂 五區公投 由於得票率低 又說浪費公帑 那你這個豈不是浪費公帑 你只有六萬多人去投票 是吧 還有 你的認受性有多高 你跟我們比 我們隨便一個區 的投票人數 支持我們 都比你多 整個選委會的投票人數 這個數目很多人沒有計算 你下次有機會 在那個立法會大會 我們就要講的了 喂 你有甚麼代表性 如果你要搞一個替補方案 那你不如這個選委會 推倒重來 哈哈 是吧 再選過吧 大哥 所以我們就不覺得 這五十多萬人去投票 的認受性低 那麼投票率低 或者只有五十多萬票 全香港的一個選舉 那麼原因是甚麼呢 我們這裏都不需要重複了 是吧 那麼你民主黨 就杯葛五區公投 是吧 政府又冷處理這個選 這個補選 跟著建制派共產黨 就全面封殺 還有杯葛 喂 從來沒有一個運動 是被人鋪天 蓋地這樣抹黑打擊的 還有過去一年 整個2011年 我想最大的感觸 還有你看回 特別在民主派來說 就是 你2010 就是五區公投 2011 你整年 就是整個民主派 跟隨著去年五區公投之後 就是整體的不斷倒退 還有這個倒退呢 是這個加劇和惡化的 是吧 你看到今年 年初的時候 就是民主黨 包括公民黨在內 在議會裡面譴責所謂暴力 這個其實是很不堪的 是吧 你站在一個封建 站在一個獨裁 和專權的政府之下 在共產黨這個操控之下 你任何抗爭的行動或者行為 必然會有些衝擊性的 象徵性的意義 是吧 我們只是擲一下東西 掃一下牆 衝擊一下它 那你就很慘 你老人家 就是被保安又抬又打 就是 你的腳都扭傷了 就是 就是竟然這個 香港所謂的民主派 特別是領導了香港二十幾年的民主派 包括一些新進的民主派 是一面倒這樣打壓和譴責 我們這些抗爭的行為的話 你見到香港民主運動的困難 和前景呢 可以說是極為 就是這個坎坷 我上個星期 跟這個韓國總領事吃飯 講起我們國會裡面 就是放了那些Tea Gas 就是催淚彈 就是 他就覺得我們香港這些 真是叫小兒科 是吧 有字眼都不合 就是 但是當然他們對這個 就是那些反對派 在議會裡面放這個催淚彈呢 就是他們都是覺得很反感的 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作為一個議會抗爭 他都這樣講 他說這個就一定是犯法的 這個犯法呢 就是沒有任何的特權的 因為你基本上是觸犯刑事 是吧 還有你是有機會傷害到人 在議會裡面放催淚彈 對不對 但是他說法官 如果你起訴他一定會 那法官量刑的時候 一定會考慮他的動機 人家作為一個官方派著外面的代表 他去評論這件事的時候 他是這樣看的 這個官方代表 99%都是執政黨的人 是嗎 你放催淚彈 那是反對黨的人 他都認為是不對 你會傷害到人 但是他認為法官量刑的時候 會考慮他的動機 是一個政治的行為 動機是一個政治 人家會這樣看 我舉一個例子 他不會贊同這種行為 但是起碼他會覺得 法官量刑的時候 會考慮這個因素 潛台詞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是一個政治抗爭 大哥 你先肯定他的動機 但是他用的手法 或者比較暴力一點 激烈一點 喂 我們在議會裡面 罵人就叫做語言暴力 那些狗冠 萬死不足以閉其孤 大哥 罵他幾句 還有 還有 喂 所謂衝擊也者 有這麼多暴暴 你都賣不到他身 衝什麼擊 釘東西 又釘他不中 是吧 即是那個問題 即是暴力在哪裡呢 即是那個悲哀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這些 所謂民主派人士 他連這些 即是這麼溫和的 所謂議會抗爭肢體動作 他都接受不了 那你憑什麼搬事 去和一個極權主義者 去對抗呢 因為你分分鐘會 喂 大哥犧牲 個人的性命 或者自由 或者家人 受到傷害 你付出這些代價的 喂 你連這些 這麼小小的成本 是吧 是吧 妖連語會的 絕對是一個成本 是吧 你都不肯付出 那你抗什麼爭 那所以政府 即是可以 這個 夠膽 這個槍狂 自無忌憚 接著就 提捕方案 接著呢 就委入這個 最低民望 的局長呢 做這個的政務司 是吧 所以你見到 基於民主派的不堪呢 這個政府那個施政呢 是越來越嚴慌的 可以為所欲為 這個就等於陳文那時候寫的一篇文章 就由於你民主黨投共 令到政府 即是 對那個所謂反對派的力量 即是那個重新評估嘛 認為你那個反對力量不夠大嘛 那你那個反對力量不夠大 對他就沒有任何的節制 那你現在只剩下 倒臉撕三個反對力量 那個旁邊那個都不算是 一半呢 那個由頭至尾都是做戲的 大哥 他發揮不了作用的 講句難聽些 是不是呢 他現在越來越發覺 他真的是超級影帝來的 這個是 是不是 但是 我們覺得 我們明知不可以為而為 但是最緊要得到 就是大家的支持 群眾支持很緊要 因為你搞任何抗爭運動 或者反對派 沒有群眾的支持呢 你只是在議會裡面 就這樣扔下東西 掃一下牆呢 政府也都不會有任何的害怕 或者有任何的欺騙 現在好在有個互聯網的平台呢 就是我們起碼有時候我們講的東西 你即使主流傳媒 他未必會報道得那麼詳細 或者甚至乎有時候會故意去歪曲 但是至少 我們可以通過互聯網 把我們在議會講的東西 擺在罪上的網 至少都有些人 你每次數起來 都有一萬幾千 有些有三兩萬 有些最少都有幾千人看過 還有過去自從人民帝國 成立連續三個大型的行動 一個打小人 一個這個七一 由七二的被拘捕 這個七一三到七一五 的包圍立法會 這個由民意起飛 連續三個的行動 每一次都聚集到幾千人 幾千人 是吧 還有你七一那次呢 那個遊行二十二萬人 還有人民的兩個支持 是最龐大的 那三次運動之後呢 香港政府各個司局長 甚至是這個中央政府呢 對人民力量這個抗爭性的政黨 政議團體的發展呢 都是有個很強的 就是這個的警惕性在那裡 那我們在議會上去衝擊它呢 它不是單單看我們兩個去衝擊它 而是覺得背後是有群眾的支持 所以這個群眾的支持 對反對運動來說呢 是一個的必須 和極為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呢 到了年底 就是說上個月那個區議會選舉呢 就是票债票償運動呢 我們很明顯就是失敗 對不對 那個失敗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 令到那些支持泛民主派的選民呢 它能夠真真正正認識這個 票债票償運動的重要性 然後支持我們這個理念 跟著呢 就將票投給我們 然後令到這些偽民主派呢 是在一個區議會選舉裏面實理的 那就是這個論述呢 其實我們自己都要檢討的 我們沒有辦法在一個地區議會選舉裏面呢 將我們這個所謂的價值觀 或者這個理念這個論述呢 很清楚說到給一些投票的人聽 所以這個在明典的選舉呢 我們必須要就是 就是之前要重新規劃 以及整個文宣 以及論述 這個是給我們一個最大的教訓 當然這個是我們自己很深刻的檢討的結果 但是另外一方面 從整個客觀形勢來看呢 對我們都是不利的 是不是 這句也是很清楚的 整個客觀的形勢對我們不利 是不是 加上就是說 民主派那個所謂告急的效應是出來了 是不是 那個所謂棄補的效應出來了 是不是 也都證明了香港支持民主的那些朋友 相對也是比較保守一點的 他們不敢去離一個大的突破 他們不敢離一個大的破壞 他們也不敢離一個大換血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了 所以我們就變成 我們的原則路線是不會改變 但是在策略上面呢 我們要調整 沒有辦法 因為香港人真的需要教育 特別是這些所謂支持民主派的人呢 就是他們是需要教育的 是不是 是需要令到我們多些論述 令到他們能夠慢慢慢慢會警醒 這個是我覺得 我們在來年是需要做的事情 來的 檢討這一次的選舉 當然我們自己 在我們本身的主觀條件上面 是有很多貴乏 但是客觀環境或者客觀條件 對我們又非常不利 在這樣的情況下 即是票债票償運動呢 即是他不至於慘淡收場 但不如預期 即是我們那個目標呢 這個就對於我們來說 是值得去檢討 但是相反來說呢 也都有很多好處 第一就是提醒了我們 是不是 我們仍然要繼續堅持這個路線 但是我們的策略是可以調整的 那麼另一方面呢 就是支持我們的群眾呢 他基本上呢 就已經是很貼的了 你只是投給我們那二萬多人呢 即是是貼票貼都不貼的了 是吧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麼有爭議性 還有二萬多人投給你 那二萬多人是很貼的 你說 很明顯的了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怎樣去鞏固 然後有這個基礎 再去擴大那個支持 那這個就要靠大家 接下來在地區上面呢 做多些事情 所以大舊他有一連串的計劃 還有這些計劃呢 即是要次第實施的了 已經開始一直在做的 那這個大舊又可以說